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袈裟地面战迫在眉睫 那外界都在担心 袈裟地带爆发严重人道危机 由于这一轮的尾巴冲突爆发 已经将近两个星期 当地是断水断电 食物跟医疗用品都即将用光 有报道指出 230万居民之中 有人因为物资缺乏而三餐不济 更有的人必须要饮用污水勉强回生 而以色列政府如今宣布 在一定条件下 允许救援物资从埃及送往袈裟 并保证不会阻碍这些 为平民提供的物资 但是仅限于食物水 还有医疗用品 至于刚刚回到美国的拜登则表示 他已经跟埃及总统通话 同意开放与袈裟接壤的拉法过境点 让20辆运载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卡车 进入袈裟 然而联合国就认为 单单靠这20辆卡车 来为200多万的袈裟人 提供救援物资是远远不足够的 并希望救援卡车的数量 增加到冲突前的水平 也就是每天100辆 不过也有埃及官员指出 这个拉法过境关口的路面 由于早前遭到空袭 需要维修 估计周五之前无法开放 可能最快要这个周末 才能够有第一批的物资 进入袈裟 但就算拉法过境点开放 由于以色列哈马斯 还有埃及三方之间的互不信任 关口能否长时间维持开放 也是充满变数 大批民众顶着烈日提着油桶 到为数不多的加油站排队 领取燃料 以巴冲突战火不断 袈裟地带如今也面临着 断电 断水 以及燃料供应短缺的问题 有的人这一排就排了六个小时 到手的也只有不到20升的燃料 有民众形容 袈裟如今的情况 就像是回到了旧石器时代 少了燃料供应 也没有电源供应 住在袈裟的人 也只能在没有灯火的情况下 挤在厨房内 用柴火来制作烤饼 就像是回到了最原始的生活方式 同样面对断电窘境的 还有当地医院 在阴暗的手术室内 医生只能通过手机照明灯 来为伤者治疗 对于这样的情况 医生很无奈也很无助 因为在战火的冲击下 当地医疗系统已经濒临崩溃 要挽救更多生命 就一个字 难啊 在红尿医院里面 我看到疫情 在红尿医院里面 一直在闭着 一直在闭着 我们不能救更多生命 如果这事发生 更多 意味着更多孩子 更多孩子 更多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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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死亡 会死亡 和面与死亡 无法治疗 除了医院